说起台湾最近的防疫 谁看了不大不可思议 嘴上说不求清零 实际是直接躺平 单日确诊指标世界第一 快筛缺货 到连高家鱼都看不下去 老百姓对抗病毒全靠运气 民进党为了选举 却还想跑到外面找助力 他们是否又能骗过这一局 请看本机弯弯发电机 防疫模式千千万 离土还得看台湾 当日确诊又翻翻 官方政策 天换 人这叫滚度式调整 你敢唱帅 叫新说里添乱 我看是混蛋式调整 医护和基层都累得人养麻烦 到底是有多混蛋 预格的时间也改 要不要匡列也改 电子围离也改 已经一团乱了 都没有做好准备 岛内已经确诊了 隔离只要3加4 境外来的没确诊 却要隔离7加7 就算你感染 能够挺7天 无需确认转应 就能解除隔离 同住家人算秘阶 职场同事 学校确诊不停课 狂烈指控就骨骼 在同一个班上 到底结束了多少也不确定 这不是第一次政府 想出这种天才的办法 你说这帮民进党的官 是没有读过书 还是没有脑 你以为他们没有脑 其实他们算盘打得好 打什么算盘 前边几包急诊室做核酸 那边大排长龙买快筛 你们看 全台上下都麻烦 懂啊 既然不够用 干脆大家都别隔离 也别筛 得病啊 可能 常委也要讲 要排队 量购量购 都在那政府官方研究 都在那边讲屁话 陈时中可说了 七月份开始 确诊数字都不给你看 到时候就是两眼一麻黑 直接 太排 大陆心疼台湾同胞 入洞提出可以帮忙买快筛 你陆委会拒绝也就罢 居然还到哪里 那哪能要啊 这要了 财路不就没了吗 小吃店也能搞生计 接下标案16亿 一查背后的大金主 果然跟律委有关系 阻挡民间从境外找筛计 就是等律游游来投资 八千多亿防疫经费 就花在这里 做的结果就后面常见了 就冒出来了 越挖东西越多完蛋了 我跟你讲 蔡英文呢 台湾人为生死存亡发愁 他却在关心他的猫和狗 人家是怕世界跟不上台湾 所以在超前体验元宇宙 什么元宇宙 我看整个民进党当局 都生活在另一个平行宇宙 毕竟那五种鞋 还在等WHA的邀请函 居然又要去搞什么 去会场外闹市的行动团 又想让世界看见台湾 难道是看民进党如何称博男人 大发疫情财 有钱让这些官员出去嫁嗨 却没钱旧财旧难 没钱补贴快筛 今天又是玩玩电影 这个民进党一听到大陆愿意提供协助 马上又酸溜溜的回呛 也就是说民进党他们是意识形态作顺 政治防疫 凌驾于科学 罔顾台湾民众整天找不到快灾的痛 现在民进党他们又要去世界卫生组织 为什么 因为他们年底的选择就是抗中保台 为了选举一定会去世界卫生大会 旁边的咖啡厅对着台湾的媒体诉说 又是大陆打压 试问支持台湾参加卫生大会的 美国、日本、欧盟这些国家 他们有在大会中提案吗 没有嘛 你就是一个棋子 现在台湾牌打完了变成棋子 你去世界卫生大会只是为了转移交点 对于年底的选举没什么用处 为什么 因为台湾民众点滴在心头 2020年抢口罩 2021年抢疫苗 2022年抢快三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民众对民进党当局的防疫还会有信心 所以说这个民怨很深 很多民众已经受到了启发 这辈子不再支持民进党 觉得上一次投票投错了 尤其这个疫情是人命关天的事情 陈时中可能7月屁股拍一拍就走完 逃去台北市市场 这些人就不知民生疾苦 我相信台北市不会笨到这种程度